呼吁投资者们任命投资公司创始人卷款跑路 元宵节当天 自称为知名澳洲公司奥利资本Olicapital 创始人齐洛高道宣布跑路 在微信公众号的公开信中 他得意地承认自己已经写款潜逃 牵索在国家没有引渡条约 让投资者们不要再做无用功 他并坦诚过去公司项目 都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投资人的资金已经被我用专业的团队洗干净了 见面新闻报道 澳利资本官网显示 该公司投资多项蓝筹股 黄金和氢能源概念项目 创始人齐洛自2000年以来积极参与中澳数百个 进出口贸易和澳洲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 成功帮助多家公司进行了IPO 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投资基金经理 没想到 齐洛在元宵节发表公开信 称自己已经甩下前妻跟女儿 带小女友跑路去东南亚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并劝投资人不要去找自己的前妻 因为他只是一枚棋子 找他也得不到什么 他并坦承认过去公司项目 无论蓝筹股还是氢能源项目 都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过去三年时间 他自己所有的高消费包括每日顶级套房 餐饮 娱乐 以及他爱人的各个爱马仕 卡蒂亚奢侈品都是出自于投资人的辛苦付出 他甚至劝告受骗的投资人不要寻求律师帮助 各位打算以及已经在告我的好朋友们 不用再费心思了 只不过是让律师赚了你们的钱而已 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其所在国家和澳洲没有引渡条约 无法将资金引渡回去 其实澳利资本早有前科 早在2020年 澳利资本就被爆完残中国股民丑闻 有报道称 在澳洲证交所上市的中资药企英军健康公司 因审计师质疑赵木弄虚作假而被停牌 促使大量股民亏损 此前 澳利资本以该公司将能成为澳洲投资者的安全天堂 又使大量股民买入 从2018年至2019年初 英军健康每个月付给澳利资本3000澳元作为投资关系服务费 不少股民认为澳利在故意误导投资 数十位华人股东当时以商议维权 通过包装虚假的投资项目归拢大批资金 再将资金悄然转移至海外 澳利资本将这一圈钱片数应用的炉火纯青 新洲悉尼Startup Hub显示 Ole Capital澳利资本成立于2018年 是一家总部位于悉尼的金融服务和基金管理公司 专门为一级和二级市场筹集资金 提供经济服务和基金管理 根据LinkedIn信息 齐洛不仅是澳利资本的创始人和CEO 同时也担任洛奇资本Lawkey Capital的CEO 不过上述跑路公开信的原始出处无法确认 目前齐洛名下部分公司的官网 包括Ole Capital Ole Finance Ole Fund Management 以及澳利资本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均已下线或搜索不到 一些澳利资本的投资人也看到了社交平台上的信息 但有投资人认为 那封跑路信是假消息 好多媒体报道都说Ole Capital的YouTube频道没有更新了 但是我明明前两天才看到齐洛有更新动态 近日 有投资人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如是说 有的投资人坚信齐洛不是会跑路的人 而有的投资人刚刚才找到组织 想要了解澳利资本到底发生什么事 事情又有了新进展 2月9日 齐洛名下三家金融公司被清算 2月10日 齐洛在抖音发图文表示会坚持用于双偿还债务 同时也将与大家汇报澳利资本爆雷的篮笼去脉 他今天已经清算了三家公司了 估计是撑不住了 2月9日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生活的Eric化明告诉时代财经 自己打算直接找律师和清算师介入 就在前一日Eric还对齐洛抱有期望 希望他能出面面对投资人 把事情讲清楚 甚至等他翻身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截图显示 2月9日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发布清算通知 澳利资本 澳利Capital 泰AOTD 澳利基金管理 澳利Funds Management 泰AOTD 澳利私人投资 澳利Private Investment 泰AOTD 这三家公司处于清算阶段 其落效率真高 前脚澄清 后脚清盘 Eric说道 2月4日 某社交平台突然有账号以创始人其落的身份发布了澳利澳利资本 至全体投资者的一方信 该信行为与去年11月另一家引起热议的投资公司发布的卷款跑路信非常相似 各种跑路了 钱洗干净了庞氏骗局的字眼冲击着网友的眼球 虽在网络上突然爆火 对于其落跑路和投资项目都是庞氏骗局这些说法 一些投资人并不相信 Eric认为 这些项目并不是像网上传的用来圈钱的庞氏骗局 因为他的做法并不像圈钱 如果他要圈钱的话 他现在不应该回复任何人 可能早在三五个月前直接不回应 走人算了 在YouTube的Oli Capital频道社区 该账号2月6日到2月7日仍有更新动态 P1某社交平台发布跑路信的账号 昨天有人冒充我在泰国发帖子 上周我这还零下15摄氏度关雪呢 并且贴出奇落身着羽绒服 周围的人穿着长袖外套的照片 与此同时 据投资人提供的微信截图 奇落也曾在微信群众辟谣称 我不是跑路的人 而且我还会东山再起 2月10日上午10点13分 抖音账号奇落Oli发布图文 配文为 虽被清算 但我坚持用余生来偿还债务 良心的救赎 图中提到 奇会在该账号与大家汇报爆雷的来龙去脉 和今后偿还债务的策略和进度 先偿还高龄投资人 和一直支持其的投资客户 2月9日 奇落也发布图文表示自己本人来澄清 并且在三天前就在其YouTube官方频道上 辟谣跑路信 时代财经发现 该账号于2019年开始更新 并且大部分视频均为奇落本人出境 当找到奥利资本投资者大本盈 想要了解事情真相的小林化名 在得知奥利资本被清算后 打算等群里组团清算 要是组织起来了就参加 小林也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中国人 2020年时 小林热衷于在YouTube上 看各个视频主讲解股市投资方面的资讯 恰逢当时澳大利亚通货膨胀严重 房贷利率又在不断下调 小林试图寻找更多投资途径 在众多课程中 小林认为从奇落的视频中学到的干货更多 于是在听了大半年之后 决定投钱到奇落管理的澳谷基金 按照投资人们的讲述 合同规定 正常情况下按月拿分红 如果本金损失超过一定比例 则召开会议 大家决定是否赎回剩余本金 但也有投资人表示 他们所签订的基金合同 类似于无抵押的借贷合同 我借给他多少钱 他每个月返多少分红给我 对于既可做多又可做空的澳大利亚股市 股市越波动 操盘手越挣钱 而奇落恰好是个比较激进的操盘手 所以当时的澳股市场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商机 Eric回忆到 通过广告和奇落的名气 澳利资本越做越大 基金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 时代财经翻阅澳利资本网上的广告 发现其推广过目标年回报率 15%到18%的澳利澳洲蓝筹股基金 每年固定回报率基准为 8%到15%的澳利黄金投资信托项目等产品 每个产品目标年化收益均超10% 其中有些基金广告会著名产品的受众为批发客户 批发客户的意思就是 会计必须出具投资人年收入在25万澳元以上 或资产达到200万美金之类的证明 澳利资本才会接受你投资 Eric解释道 澳利资本在悉尼墨尔本军设有办公地点 近两年还招了新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 一同为投资者服务 小林长期稳定获得分红后 也渐渐放心下来 不再频繁查看分红信息 基本在1%吧 有时候收益好 一个月会发1.25% Eric始终清楚知道自己的投资风险很高 合同没有抵押物 金融局可能也无法监管 但出于信任 也图省事 决定在自己能承受的风险范围内 投资澳利资本的基金 高利息在很多人看来是杀猪盘 唐氏骗局的典型标志 但Eric认为 在他所承担的高风险下 15%的年收益率其实并不高 并表示澳大利亚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年收益能到20%以上 根据澳大利亚的交易型基金和其他ASX交易型基金提供商Bitashus官方数据显示 其旗下79支基金 有8支基金近一年收益率超10% 最高可达27.7% 但澳大利亚华人财金门户网站澳华财经在线2022年7月25日报道 根据美式Mersus对143家澳大利亚股票基金的调查显示 这些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中位数为亏损4% 整体表现好于大盘 但部分基金亏损超过20% 总体来说高收益的基金是凤毛麟角 2022年11月 其洛宣布解散了会员微信群 并表示Olivu App马上将上线新的社区服务 但Eric依旧察觉到一丝丝不对劲 澳利资本我觉得少说也得20个微信群吧 大家一去App就一把 可是他说完当天就关群了 随后12月Eric发现自己并没有收到分红 小林也在今年1月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收到分红 2022年12月下旬 澳利资本客服曾发朋友圈表示 其总目前独自一人在新加坡积极地向熟悉的机构和金主 做债务重组和债务出售和借钱 目前结价期间进展虽顺利但很慢 对于恶意诉讼的群体 就听法院审判 其总不再负责对接任何参与诉讼的群体 一是有投资人起诉其落的公司 接受时代财经采访的投资人们也不清楚是哪些人提起了诉讼 查询下来只找到了奥利基金管理 Early Funds Management Type-ALTD 从今年1月31日起被提诉 根据投资人提供的截图显示 图中写的是Oil Funds Management Type-ALTD 但在ASIC上能搜到截图上的ACN Australian Comp 澳大利亚公司编号是属于奥利基金管理 二是奥利资本暂无法开展金融业务 时代财经在ASIC搜索奥利资本的金融服务牌照 发现奥利集团下多家金融公司的授权牌照 在2022年12月7日到12月17日期间中指 均是EFSA NO508985的授权 与广告、宣传资料内信息一致 对此 Eric等投资人们希望获得其洛积极的回应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其洛选择性的回答 以及跑路等闹剧 在奥利资本的金融机构授权代表被注销 公司被起诉 三家金融公司被清算的情况下 其洛还有机会翻身吗 2月8日 Eric告诉时代财经 现在我们投资人也只能等 等前面几个比较大的诉讼案结束了 看他到底要赔多少 如果他能翻身 我们愿意给他时间翻身 但如果公司破产清算 那我们债权人肯定得讨回一点钱 要回5%总好过没有 但经过此事 其洛还能继续在澳大利亚待下去吗 可以的 或许过几年大家也就忘了 Eric说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